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处身在国际和本地的局势里面 我们读到约翰峰第九章 应该怀着一个相当感恩的心去读 原因是我们在当中大致上看到 一种与我们今天所处身的国际局势 或者本地局势很相似 如果我们要用四个字来形容 国际社会现在的情况和我们香港社会的情况 我估计如果我用严重撕裂 或者两极分化这四个字来形容的时候 我相信不会有太多的弟兄姊妹 会反对我这样形容的 比如在国际方面 我们知道中英之间的磨擦是一波未平一波游起 这边一箱就是打算发中国梦 那边一箱是要保持美国的大量 在以往一段的年多两年的时间 先是有中美的谋战 最近这个斗嘴是争拗到 到底武汉病毒的源头是中国还是美国呢 以至到搞到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的杨洁篪 要在电话里面来吵架 并且这一场的吵架 还殃及了很多包括香港里面的词余 我们再看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近几个月来 解放军的战机在台海的中线附近 多次实施夜间的巡航 而美国就在几日之前 就以罗斯福号为主的航空母船 在南海的地区展开了联合训练行动 以至到可能是有一种挑衅 或者是一种透过挑衅来还击 大家似乎是想透过挑起对外的矛盾 而增强自己内部的认受性和团结 如果我们再放眼多一点的时候 还有俄罗斯、沙特和美国之间的石油大战 搞到环球股市突然之间大跌 熔断了几次 在武汉病毒已经变成全球大流行的同事 雪上加上 很多人的财富是很短时间之内蒸发了 国际间的撕裂 实在已经去到分分钟擦枪走火的地步 香港我们自己本地的撕裂 我想都不用多提红黄、蓝、白、黑 基本上都在一个很撕裂的状况里面 等于我们在这种大氛围里面 在各种因为政治等等的因素 以至到撕裂、两极化 是横行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教会应该如何面对的呢? 或者信徒如何认清 在这种张力下认清上帝的心意呢? 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们很感恩 因为这里面 其实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导 到底在这种状况下 教会或者信徒是可以如何面对的 当然《约翰福音》第九章 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令我们知道 到底上帝在今时今日的心意是怎样 今天我们仍然是很模糊 但是它是提醒我们 如何在这些分乱里面 不会跌入各种不同的陷阱 而这些陷阱如果我们跌下去的话 经常会使到人 即使当上帝的心意是一清二楚的时候 我们都会是视而不见的 于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看到底 如何才可以视而见之 到底什么人 什么情况下 又会是视而不见的 我们将要想像《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一个泊论 一个《约翰福音》 就是说 失明的才能看见上主的心意 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九章 这个第九章 发生的事件 其实非常精彩 或者很精彩不仁 话说某一个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和阿爸门徒在街上 考虑一个生来就核眼的黑衣 即在当日 就不会称呼他的街友等等 大致上应该是一个盲仔黑衣 即当日的人应该会这么称呼 门徒就问 看到这个盲仔黑衣 就问到底哪一个人犯罪 以至到这个盲仔黑衣 生来就核眼要受苦的呢 大家知道 这个盲徒对耶稣的法文 显然是出于一个道德伦理的推论 他们有一个前撤 前撤就是 生来受苦的肯定是源于罪的 然后他们看到一个事实 事实就是有一个人在他面前 是一个生来就盲而受苦的人 所以结论很简单 结论就是一定有人犯罪 问题就是只是哪一个人犯罪 但是耶稣的反应就相当冷淡 然后似乎不认为门徒问得对 略略解释了之后 就用神迹来医好了这个核子 令他重见光明 在街边那些路人夹月饼 看到这么神奇 很稀奇 然后沉根究底 不过又找不到 到底这个医者耶稣所谓 这个听闻叫耶稣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来的 他们不知道 于是他们就决定 执着这个核子 来求问宗教的权威 法尼塞人 法尼塞人的反应也很有趣 法尼塞人照着饱读诗书 也相当之诗辨论 很厉害 不过法尼塞人不问情犹 然后开始攻击耶稣 欲加之罪 然后判词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人不是由上帝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不过说说说中间 不知道有把声音就说 不是啊 一个罪人 怎样可以走到这些神迹 于是乎 这班法尼塞人 唯有一口咬定 就说 这个盲仔 根本就是骗徒 他不是一生来核眼的 是一个骗子 他和耶稣是同伙的人心党人 以至到和耶稣一起欺骗观众 意思是要指控耶稣所行的所谓神迹 全都是骗局 于是乎 在无计可惜的情况下 法尼塞人就找来这个盲仔的父母 要质询他 问他 他是否真的生来核眼 我们见到父母 因为怕得罪法尼塞人 然后得罪了之后 被赶出会堂 所以就支支吾吾就算了 然后推卸责任 你不要问我 你问他 大概他应该是 但是他是大人 你问他就可以了 不要问我了 法尼塞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好再召见这个盲仔 严加敲问 要逼这个人说 耶稣是罪人 不过这个盲仔真的很搞笑 他真的不太会死 因为他不能否认 他真是被医治好的 这一般事实 于是你看到他很大胆地顶撞法尼塞人 圣经里面记载他说的 耶稣是否一个罪人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 就是从前我真是盲的 现在我真是看见 然后他继续 卵嘴地为耶稣辩护 结果法尼塞人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判定这个盲仔是罪人 第三十四节 法尼塞人回答 他说 全然生在罪业里面 还要教训我们 然后呢 就将他 赶走 大致上都是从会堂里面 赶走 赶走之后 后来这个盲仔 在路上又考虑耶稣 然后跟耶稣 经过一番对话之后 终于这个盲仔 就看到 原来这个医好他的耶稣 是主来的 因此乎就拜他 即是圣经说 然后就可能苦福在那里 来拜他 然后我们看到盲仔 由盲直至到他看清 是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地 在游毛毛胡胡 然后看到清二楚 看到很明朗 我们看到这个盲仔 最初第十一节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人 即是看到耶稣 就是看到一个普通人 或者看到一个医生 后来第十七节的时候 他看到耶稣 是看到耶稣是先知 然后到第十三十三节 他看到耶稣 他知道 这个是从上而来 的人 去到第三十五节 至到三十六节 他发现这个是上帝的儿子 最后 认清这个是主 于是乎拜他 这个人是由核眼 后来慢慢地 迷迷糊糊地 看到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 清二楚 这样看得到 到最后耶稣 就说了一个paradox 一个拨论 作为他的结语 就是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的 然后说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核了眼 失明的 才能看见 看见的 却是失明 这是耶稣 到最后做的 拨论 第一 曾志们不知道 你有没有留意到 为什么 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又为什么 能看见的 反核了眼 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 或者我们今天 仍然是这样 为什么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 所谓何事 我们必须要跳回 又人福音 当日诚书的时候 有一个大背景 以至到 我们知道 又人福音 到底是聚焦 所关注的 是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 其实又人福音 背景是什么 的呢 其实背景正正就是 信徒处身 在一个撕裂的大环境里面 又人福音 就是为了一班 处身在撕裂的大环境的 基督徒跟随者去写的 而这个所谓撕裂 其实是随着 当时的政治社会等等的撕裂 为了犹太教内部 自己带来一个莫大的撕裂 以至到当时的基督徒 跟随者 或者基督徒 其实是生活在 黄恐 和疑虑 不知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当中的 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 有限福音 是公元七十年之后才写成的 最大可能是 大概是公元八十年 至九十五年之间写成的 在这段时间尤其 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其实是犹太教很重大的 历史转折点 在这几年里面 正是所谓犹太人反罗马殖民战争 进行如火如荼的时候 历史就称为第一次 所谓犹太大起义 同时同一时间 亦都是罗马帝国内部的权斗 非常之劇烈 帝王宝座争夺战 最白烈化是这段时间 在公元六十九年的时候 维斯柏仙成功奪权清帝 成为罗马佛拉维 王朝的第一个开朝的皇帝 到公元七十年之后 他的儿子领军杀入耶路撒冷 大致平定了犹太起义 并且焚毁了圣殿 大批犹太人被呼唯牢 聖殿被焚毁之后 犹太教很明显受到很大的创伤 在历史上 你看到 之前 未焚毁之前 犹太教有四大主流的派别 法利塞人 杀都该人 爱识离人 粉蕊党人 当然还有一些跟随基督的人 当时他们都是在犹太教里面 一个新兴的派别 聖殿被毁之后 杀都该人没有了 爱识离人慢慢消失 粉蕊党人更加没有了革命党 又消失了 只剩下法利塞人和基督徒 约翰福音成书的时候 正正就是法利塞人和基督徒 在争夺 到底哪个才是犹太正统话语的发言人 或者哪个能够代表犹太教来发声 当然 基督徒跟随者 世姑力弱 反而法利塞人 和罗马新的政权有千丝万纽的关系 甚至有些政教勾结的情况下 是来管治犹大地的 因此基督徒群体是截截败退的 当时法利塞人 谈好了一件事 就是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 就会将这班人 逐出犹太人的会堂 第一知不知道 逐出犹太人会堂是一件 等于宣判你死刑 是将你excommunicate 即将你逐出犹太教的一个举动 因为当时犹太教的礼拜也好 或者负罪的仪式也好 都是在会堂里面进行的 被赶出会堂就是被逐出教 和耶稣华的救恩是再无份的 所以被逐出会堂的 大家知道希腊文是Apostinagogos 药行福音其实就是环绕着 基督徒因为Apostinagogos 而产生的黄恐 疑泪而写成的 药行福音的作者要让这班信徒 看到福音的真相 看见福音的真相 而安心 所以我们才会在福音里面 几次看到Apostinagogos 这个字 而在第九章 即我们读的那张圣经 其实就很完整地表达 Apostinagogos的状况 被赶出会堂的处境 在这个社会以至到 教内撕裂的情况 你看看 为什么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上主 能看见的 反而核了眼 看不见上主 为什么在这个大的撕裂状态下 失明的才能看到上主的心意 你看到第九章 除了耶稣之外 有五批人 法利塞人 门徒 路人甲月炳 核眼 核子的父母 和核子本身 有五批人 头四批人 就是所谓能看见的 反核了眼 只有核子才是 失明的 反而看见 为什么 我们逐一逐一批人 很简单地看 我们大概知道 有人福音 那个信息给我们是什么 第一批人是法利塞人 他们就是那些 开眼 但什么都看不到的人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场 社会政治撕裂的年头里面 法利塞人 你可以称呼他 德勢当权派 他们的理想在危机的年代里面 保存着自己的宗教命脈 本来的初衷不是差的 甚至他们是委屈求全 和焚烧他们圣殿的 罗马政府合作的 运用自己所得的权力 和话语权 不问真相 不问情由 总之 要将带来不稳定的基督跟随者清除 将他们赶走 22节那里说 相语定了 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 要把他们赶出去 法利塞人是能看见的反核了眼 因为他们太过接近权力 亦都是从权力里面得到太多好处 所以他们有眼都看不清 第二批人是第九章事件 开初的时候那班门徒 门徒是被法利塞人欺压的弱势 无权分子来的 为什么连耶稣的门徒 在这件事情上 都是有眼 但是又反而看不清楚呢 到底为什么他们看不清楚 发生他们面前的耶稣医治 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事 我们从他们发问 耶稣那几句话 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 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生来核眼的门徒就问耶稣 拉比这个人生来核眼是谁犯了罪呢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这帮门徒就把受苦和犯罪 拉上了因果关系 受苦的人就是因为道德有问题 因为干犯主的义路所以被懲罰 所以这个人生来受苦 就被上帝懲罰 所以就有人有罪了 不过大家知道 其实在当时拉比传统 受苦和犯罪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 其实拉比传统里面没有一个共识的 但门徒似乎想当然地站在这个道德高地 理解世人的曲折 也都期望耶稣 对这个生来核眼的人作出一个道德的裁判 就是说哪一边的人是有罪的 结果耶稣一盆冷水淋到他们的头上 就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的 不是好像这帮门徒那样想象的 第一个门徒是被法律初人欺压的弱势无权分子 甚至当日被界定为异端 是犹太教的异端 被人欺压以至成为弱势无权一方 面对着高强的鸡蛋 令他们很容易误度 站在道德高地的一个陷阱 然后呢 被迫得指圣下道德的身份 成为道德高强派 不过呢 这样也会让人能看见反核了眼的 看不通上帝的心意 就像当日的门徒那样 第三批人 路人甲月炳 我们可以称呼他们做盲从权力派 大致上是相等于愚蠢的群众 第三批人甲月炳 将从前核眼的人 带到法利菜人那里 去尋根问底 他们遇有不明白的事情 一想起 就想起那些要求问那些有话语权的人 他们盲目相信 权威的人士 成为盲目的群众 谁大声 谁大声 谁有权 谁高 盲从权力派自然能够 看见的反核了眼 第四批人 核子的父母 我们可以称呼他们 核子的父母 叫做远离纷争自保派 法利菜人要逼问核子的父母 圣经说父母因为他们畏惧强权 他们很害怕被人赶离开 犹如华的救恩 于是支支不推卸责任 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 都可以放弃不理 第十节那里 父母的回答 她说她是我的儿子 生来核眼 这个我们真的知道 不过至于她现在 如何看得见呢 我真的不知道 是谁开了眼 我也不知道 她已经成人了 你问她自己 她一定可以说给你 福音书的作者 在第二 二十二节那里 父母这样说 因为怕法利菜人、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相语定谋 有人认耶稣是基督 就要赶出会堂 刚才我们说 于是他们怕事、自保、面对纷争 半句公道说话 都不敢说 即使说多了 可能都要急急收回自己的言论 寧願牺牲亲人 各人自掃门善说 莫管他人瓦上伤就算了 远离纷争自保派 当然是能够看见的 反核了眼 结果就只有核子 是失明的才能看见 甚至到最后 认出耶稣就是主 为什么会这样 看来因为他是生来核眼 当时犹太人的文化 他是不祥人 因此父母肯定是 将他自小棄置于街头 所以他自小就是一个小孩 一身无一物 没有人教过他 什么叫做道德对错 所以他不会像法利塞人那样 成为德勢当权派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什么叫权力 他也不会像门徒那样 站在这个道德高场 来看这个世界 因为他未学过 他也不太知道权威为何物 因此他不会认为要问法利塞人些什么 因此他也不会像路人甲热炳一样 盲从权力 他本来就无一物 前途一片空白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像父母那样 来计算 到底怎样会对我有利些 怎样我会比较危险 所以他的胆真的大得不得了 竟然公然顶撞法利塞人 为真理的化身耶稣去说汗 然后他说 何止对着班法利塞人说呢 第25节也说呢 他是否一个罪人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不如一件事我知道 今时我是瞎的 现在看得回 然后第27节就更加顶撞 我刚才告诉你 你们又不听 现在又做什么要听呢 莫非你都想做耶稣的门徒吗 然后第30节就说呢 他开了眼睛 你们竟然不知道他哪里 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上帝不听从罪人的 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 上帝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有人这样医过一个生来的核子 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 什么都做不到 照计 这样对那些法利塞人 他真的不懂得死 赤字之心 天真得 令人很敬佩 说了很多句公道说话 在这个事件里面 结果又真的被法利塞人 第34节赶走了 就是从会堂里面 excommunicated 这个核子 不过不怕 这个核子 就怀着这一伙天真 无邪的心 在路上里面 再次考虑耶稣 并且认出耶稣是主这个真相 真人示范了 失明的才能看见上帝 这个paradox 这个拨论 第一节目 我们也是在撕裂的世代里面生活着 说他呢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未看清楚 那个方向 不是很容易分清楚 左右 但我们至少可以避免迷路 我们要避免成为得势当权派 不要太过靠近权力 不要想从权力 黑球有什么好处 即使我们黑球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信仰 那么純真言故 我们都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在撕裂纷争里面被欺压的弱势一方 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 免得我们自己衰化成为道德高长派 以至到以为自己在深盘着世界 我们也千万不要成为愚蠢的群众 盲从权威 盲从权力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勇气 不要沦为那些远离纷争自保派 各人自掃门前说 莫管他人哪上商 连半句公道说话都不敢说 说了都要收回 在撕裂纷争里面 求主给我们一复天真 而懂得分辨是非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路上遇见耶稣 我们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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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